Kiss House Daily Lesson 536 今天我们来去讲解一下呢 又是一个现代官方辟谣 雅思学座重复题目里面的单词 到底会不会扣分 因为很多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 如果你重复题目里面的单词 就会被扣分啊 然后以及改三种改写的一个方法 我们会具体讲解一下呢 怎么样在你不背诵新的同义词的情况下 也可以帮助你轻松的去改写 如果你觉得今天课程会对你的复习 有一些帮助的话呢 可以帮我们一键三连一下 这样就会有些学生去看到我们的免费课程了 好我们先来去看一下这个官方的讲解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他 如果你这个题目里面的这个单词 你写作文里面大作文里面的单词 跟题目这个单词是重复的 是分数会不会高 还是会不会低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去听一下 这个爷爷是怎么 这个叔叔是怎么说的 好我们先不让他去说这个but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啊 他说的是呢 如果你去照抄题目里面的这些单词的话 实际上是necessary的 因为有的时候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找这个同义词 比如说shopping as a leisure activity 那这个shopping 你肯定就是照抄吧 重复这个shopping leisure activity也是这个样子的 等会我们去看一个七分的这个范文 你会去看到官方给的范文 也是直接去抄题目里面的某些名词的 然后我们再一下看but 但是后边这个部分是啥 You should not just limit yourself to those words You should think about other words You know a weekend pastime for fun entertainment instead of leisure activity 好他说的就是呢 但是你也可以去expand一下你的vocabular 比如说你可以去说一些相关的单词 比如说pass time 或者是说entertainment 你会发现这些单词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同意替换 而是说你只是去找了一些和这个leisure activity相关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 instead of just shopping talk about consumerism or going to the shops or think about other ways of saying it but of course you need to use some of those words but broaden your range is my message 好所以我们来去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你照抄题目里面的单词啊 并不会给你扣分 但是你得多用 你得去用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同领域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他刚才还举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consumerism 当你在去说shopping的时候 那这些相关单词从哪来的 是不是从我们独机料理员来的 同学们 好我们现在看一个最新出版这个剑桥是去年出版 剑桥十六这个例子是test three 我们上周看了一个这篇文章 就是说我们的食物里面呢 食物和饮料里面的含糖比较多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含糖的商品的话呢 卖得更贵一点 而这样大家就可以去少吃糖了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段落 给的这个气氛的范文里面 有多少是重复题目里面的这个名词的 today high levels of sugar 是不是说这个high levels of sugar是一样的 而contained动词没有变 contained in many sources of food food没有变吧 especially in manufactured food manufactured food照抄吧 只不过就是把这个句子里面 manufactured food 从前面提到这个句子的这个后面 把这个levels of sugar放在前面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改写的一个套路 等会儿会交给你们啊 and of course eating so much sugar is not good for ou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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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是对应吧 it can cause causes caus 把这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just a simple 他想说就是cavity这边拼错了 就是那个柱牙 but also worse problems problems 直接对应了吧 like the increasing level of sugar in bloods some people suggest sugary products sugary products 是不是这有一个sugary products 我就是在这吧 sugary products 也是照抄的吧 should be more expensive expensive 照抄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名词 形容词 包括一些分词什么的 全部都是照抄的 只不过就是把这些单词换了一个位置而已 我们现在 所以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这次你就不需要再去多背那些高达上 那些同意词了吧 这就是怎么样快速考到气氛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来去学习一下啊 当然你真正去改写的时候 有很多种改写的方法 你在网站上面 其他老师也都会给你讲 我讲这个就就是简单粗暴一点嘛 就可以快速帮助你去提分一点 第一种方式呢 你可以去具体解释某个单词 比如说你会看 这个题目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什么什么东西 可能会去导致我们的健康问题吧 那你可以就会把这个健康问题具体化一点 你就为了不重复这个健康问题 你要是就是不想重复 那你就可以会说哪些健康问题呢 你可以说increase the risk of resulting diabetes hid blood sugar and obesity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你还可以再加嘛 然后再下面一个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换主语 所谓的这个换主语 你记得啊 最通俗一点就会告诉你 有的老师可能会跟你说换句型 或者怎么样 通俗一点 就是把题目里面的单词变一下顺序 就是最简单 前面的放后面 后面的放前面就可以了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记住了 中间蓝色这个部分 就是你需要先把你的中文给变一下 不然的话你英文是没有办法直接出来 特别容易会出现这个语病 好 比如说我们原本他说的是 很多这个食品和饮料的产品的话 包括高糖 对吧 然后导致健康的疾病 你可不会说 很多糖出现在食品和饮料中 很多疾病是由于食品里面中的含量造成的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就把这个变成 today high levels of sugar are contained in 是不是就是题目里面这种改写的方法 变成一个改变一下这个方式就可以了 而且它原本是两句话人家改写拆成了 原本是一句话拆成了两句话 也没有问题的 然后下面就是改写单词的一个形式 题目里面这个是一个动词吧 什么导致了什么 就什么产生了什么 这个causes是一个动词吧 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名词啊 名词不就是one of the reasons吧 one reason 或者说 the reason why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suffering from health problem is that we've been consuming there has been more sugar in our food 那就可以说one of the reasons why so many people suffer from health problem is that a lot of manufactured food and drink products are high in sugar 我只不过把这个 high levels of sugar 改写成了high in sugar 如果你不想改 也可以照抄的 像刚才那个例子里面也是一样的吧 我们最后呢 有一个留言的小问题 这个小测试就是下面的这一个题目 是我们12月3号刚刚考过的 就国内刚刚考的一个题啊 这个题的话你要挑选一个方法 进行一个改写 这里面挑选哪一个方式 都是可以的 进行一个改写 然后留言到这个视频下面 前国同学的话 都可以帮助你去批改一下的 最后提醒大家就是呢 在kissos.com 我们有一个7天的免费课程 写作会教你怎么样去灵活运用 12组逻辑链 去写出来50个高频题目的答案 然后口语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每一个 每一个预测题都出的时候的话 都会教你 比如说part 1 怎么样去套用4个万能原因 part 2 怎么去套用一个万能故事的思路 以及part 2 每一个题目 8分的示范的讲解 还有就是你到微信公众号后台 实际上回复资料包 是可以去下载 这些示范答案的 这个文字版本的 如果你还没有去看 这个系列的课程的话呢 到我们的B站去看一下就会了 那最后就是 如果对视频课和一对一课 感兴趣的同学的话 视频下面有具体的课程 介绍的链接啊 那我们这周课程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周的课程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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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